阿祥,還有少許時間給你講 有,有很多事情 第一個就是聽眾文人都找得挺好的 問一下葉劉淑然會不會支持組黨 除了組黨之外,其實他應不應該入府這個文建聯 寫問點 他應該加入文建聯 是的,即是他收購文建聯 名正言順,但如果他組黨 我又看不出他找甚麼人去組 找一個來代替,組黨來代替自由黨 有,蘇斯王,宣傳部部長 斯泰祖,醫療顧問 還有其他很多很多的 很多人,高興民都有 這些被大群罵到哭的 很多時候很快就真相大白 這個世界 就是這樣,紙包不住火 是吧? 你好像這個史泰祖,這個史祖 結果變成了一批屎 沒有辦法的 你們遲早都會露出真面目的 這些人 我們不是說 為大家不同政見 這個不是不同政見問題 這個基本上是 氣名頭暗的 有好人不做真是做鬼 這個很簡單 就是 原本是一個很好的人 好人不做 那當然是有個原因 所以慢慢都會真相大白 我覺得沒有所謂 就是 國為其主 是吧? 講明是賺好處的 沒有所謂 是吧? 組黨 不知道啊 我又看不到他有什麼能量 做一個黨 然後這麼多人去跟他 就是 這個黨可能有 李永健 小思江 加上去做中委 但是你不是見到 有被人恥笑 為他人作嫁衣裳 是吧? 傾存黨之力 為一個黨外的人 一個港英聯益 一個舊電節 一個去競選 這個不是一個笑話 是沒有? 不是的 他共產黨外圍組織 共產黨叫他做就要做的了 不簡單 他很容易解釋的 你看他KR投訴之後 他堂堂的文件連主席 是吧? 即是他們這班人 你看得很清楚 蔡素玉那些 哇 多英勇 是吧? 曾經何時死久 我記得91年 他選立法會的時候 1995年還是91年 91年我嫁人 只抽一只 一個位的 對手就是李柱銘 是1995年前 走過來 今晚 我知道你偏幫李柱銘 你一會兒做選舉論壇的時候 你有沒有偏幫他講的? 賤賤經經的 那時候 你知道嗎? 現在幾百米 死好未 不過明年可以是這樣的 另外一個現象 我不知道你有否留意到 今天張志光在電視台 做一個五靈鏡 以至到文匯報 大公報 這些左派報紙的議論 是很一致的 即是突出了 他又不是特別推銀陳太 是突出了熱鬧 在今次選舉 在他們眼中的成績 其實看起來 應該從這些報道 或者言論歸納 其實是否整個中聯法裏 由頭到尾 以至到事前 評估選舉的結果 都做了一個很詳細的規劃 不是規劃 有一個官方定的調子 譬如13萬票14萬票 有一個調子 12萬票有一個調子 超過14萬票 就是勝利的 又是一個調子 輸少 你看黃家英已經說過了 如果陳太贏不了15% 就不算勝利了 如果葉太輸了 她是拿45% 就等於贏了 是嗎 即是已經有一個調子 在那裡 掉落地都要拿走 少輸當贏的 根本 所以基本上已經定了一個調子 很清楚 張志光指流 當然是跟這個表 最後一件事就是 過了這次的選舉之後 中央對港的政策 有沒有再一次調整 我今天做《自由亞洲電台》的時候 我特別看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沒有什麼變化 你贏 他也是這樣 輸 他也是這樣 他都不會給你 二領的意圖輸 是嗎 不過 他是不會給你任何一個機會 讓你有得翻身 所以 是不想你贏的 他打死你 陳太 那就成勝追擊了 在區議會大勝之後 打死了陳太之後 明年就成勝追擊 整個民主派幫你打沉他 是吧 但是他對香港的政策 都不會調整 是吧 他都有按既定方針辦的 你不要在那裡發夢 是吧 有些人在傻傻傻亂罰 有些人直接又有一種這樣的說法 被葉劉淑儀贏了就好了 中央和香港關係好些 那就發瘋了 這些人 是吧 被陳太太生選了 就算了 中央現在散水喉 那又是發瘋 這些人 那又是發瘋 那又是發瘋 是不是 根本他對香港的政策 已經定了 他怎麼會變 尤其是現在剛剛換班 更加不會變 他一定是按既定方針辦 在經濟上 就盡量方便你香港 政治上加強操控 是吧 全方位 就是你看到現在 但是我不會覺得恐怖的 有些人可能覺得恐怖的 走界都看到這些平頭倉高大的 在一個選舉裡面 周圍都看到這些人 不是香港人一看就知道 夠真事 就鬼鬼祟祀宿在一間酒店裡 然後找人出去收封 現在全部走出來 看得到 是絕不避諱 不過就怕拍到照 是否拍到照 那些拍到照 是吧 是吧 就是 現在都不避忌了 根本 有多少非平頭倉 恐怖有力 好像我們昨天就是 大哥 就是被這些 就是在後面圍 但是當然我們又不會害怕 因為我們知道 在這樣的環境下 他不敢打我們 就是昨天我被人打了 這個發達了 原來這次的蝙蝠也有多很多 肩膊的蝙蝠多很多 為何要擺個頭髮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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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